仔細的討論工程進度 屏東縣長潘孟安 今天上午前往視察 五洛西排水工程進度 期盼透過系統整治 與環境營造 能改善因好雨 造成淹水及濃作災損情形 這個虎尾溝跟五洛西 一直長期以來 都是我們在屏北地區 扮演著在九爐 離港 岩埔 這三個鄉鎮 扮演非常重要的區域排水 那多年來 一直在整治 那虎尾溝的部分 基本上大致完成 那虎尾這個五洛西的部分 涉及到 有部分在九爐的都市計畫內 那用地取得上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特別也跟水利署 來一起合作 五洛西排水這個九塊皮橋 到新五洛橋這一段 目前在施工中 那目前的那個進度 大概52點多 那預定進度是50點多 那我們預定假如說 不受未來的氣候影響的話 我們預計在今年的10月份的話 會來完工 那完工之後 我想針對這個 沿岸的九爐跟岩埔 跟上游的離港的五洛社區 它的一個排行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目前預定進度已完成一半 預計今年10月份左右就會正式完工 未來將針對後續工程 銜接九爐 岩埔離港等鄉鎮 持續進行並同步爭取前瞻預算 讓整個水域整治達到全面規劃及改建的目的 那當然我們還同步啟動了在新完工之後 我們希望在完工前就能夠銜接新五洛橋到這個 這個離港的五洛社區這個地方 跨越九爐 岩埔離港 這個在上一段雖然居住人口比較少 但我們還是認為這些區域排水 往往造成農田的損害 往往造成這個人民財產的損失 還是必須要淚入 所以我們同步爭取了這個前瞻預算 那也同步的核定了1億多 我們也同時在辦理用地取得以及工程的細設 希望在工程這一期工程完工前 都能夠順利的來接上整個上游 未來整體工程進度完工 將能提供鄉親良好的水域環境 也能讓排水工程發揮疏紅功能 防範淹水 保障沿岸民眾生命與財產安全 提供民眾安居樂業的居住環境 屏東樹不一聽張志豪採訪報導